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Honda 这次的那个抽奖活动 满三千的订阅抽奖活动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紧接下来 我们来办我们的抽奖活动 那今天的奖品呢 上次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奖品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奸捷 有看到吗 桌上这些就是了 我打算喔 一个幸运观众 送两支 那我打算送五个幸运观众 那待会我会 我会用抽奖的号码牌 来抽幸运的观众 但是这个我首先来介绍这个奸捷 这个呢 是 在台东那边跟花莲那边才有的 一个特殊的名厂 那其实喔 这个超香的 这个煮味噌汤 煮柴鱼火锅 还有人说煮那个北菜肉 也超棒的 那等一下呢 我会教大家来怎么去 操作这东西 因为一支这样子 不是整支丢下去煮欸 这样丢下去煮都会没有味道 我们必须要把它削开 那至于怎么做呢 来 HONDA 告诉你 来 请看这边 首先呢 我们把间接弄下来 弄一个容器 然后呢 我们用刀子 把它削 那我之前有教过 如果要削之前 我们把它加热一下 但是加热完之后 它就稍微热热的对 然后我们这样削 它就可以削得出来 你只要加热过之后 它就会有就削得出来 这个是 削出来就像柴鱼片这样子 那然后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等一下 我们会用另外一个锅子 我们把它煮开了之后 然后直接在锅子上削也可以 那这个当然这锅好之后 直接倒到锅子去也可以 就两个方法都可以进行 现在锅好的 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倒下去煮汤 像这样子有没有 倒下去煮汤 哇 这道具味道 嗯 味道马上就出来了 还不错哦 或者是说 像我刚才说的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是像这样子 用刀子有没有 这样削 没有 直接在上面削下去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你只要加热之后这个削就削得下去了 因为它就有点像塑胶管的原理 塑胶管热的时候它消不动 冷的时候消不动 但是热的时候这样子有没有 就可以消得动了 有没有 这样子一片一片就下去了 这就是我们很赞的 哇 这样子 坚洁的 坚洁的汤 就是我们柴鱼汤 它是用龙眼屋烟熏 一个月才成功的 这个都没有加防腐剂的 所以当这个东西你没有吃完的时候 记得一件事就是要放冷冻 因为放冷冻 它可以放个五年都没问题 那这一锅火锅呢 就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温暖的冬天 那就可以煮味真汤 柴鱼火锅 这是我们参加活动的总共有118个幸运的观众 那我们这里面总共有118千 这个地方 那我们等一下 因为今年是2019年 那我们就给他 我们给他摇九下 那我们就开始来抽签 来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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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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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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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好 那我们开始来为 大家抽出五个幸运观众 来 这是第一张 就是两张吧 还有两张 第四张 第五张 好 那我们来为 我们来为大家开出这五个幸运观众 首先呢 哇 113号 114号 连好 哇这太巧了吧 特别是刚才那张连续的 来 这是51号 再来呢 这是40号 最后一位幸运观众 看我自己 93号 我们恭喜以上这五位幸运观众 那记得你的留言处的时候 上面有 我当初给你的那个号码 请你注意一下你的你的号码 然后到时候我会 跟你联络 这是间接 希望这个东西能带给你 2019年有个温暖的冬天 那 这一次的那个活动 是因为我抽 订阅到3000个人 那很开心大家这么支持我 那希望 在2019 未来的这一年里面 大家能继续支持我 对了 一个重点 就是 希望大家 记得订阅 HONDA的 旧塞钓鱼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 按赞 分享 然后呢 还要开铃铛哦 因为有铃铛打开之后 HONDA的所有的第一手消息 你才会第一个收到哦 谢谢你 谢谢